大家好,我老肉 今天咱来说花生 那么说到花生呢 我想起来个事 就是之前马铃薯那期 当时说马铃薯也叫土豆 然后有台湾的观众就说了 说马铃薯怎么能叫土豆呢 土豆不应该是花生吗 提到这么个事 说实话 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把土豆叫花生的 感觉也是很神奇 不过稀琢磨一下呢 好像还挺有道理 因为花生它本身就是豆壳的 其实就是一种豆子 然后这种豆子又长在土里 那可不就是土豆吗 是吧 这逻辑可以说一点毛病都没有 当然了 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习惯叫法 也谈不上什么对错 只不过是约定俗成而已 比如说地瓜它也不是瓜 蜗牛它也不是牛 什么海马海豹海狮海象 就更不用说了 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一抓就打把 其实大家都知道 说的是什么就可以了 约定俗成的叫法 跟生物学分类 那完全是两码事 真的不用太在意 那么作为长在土里的豆子呢 花生就显得很与衷不同了 因为你想啊 大家熟悉的那些豆客之物啊 比如说大豆 红豆 豌豆 蚕豆 四季豆之类的 这些全都接在茎上 都在地面以上 不过花生这种豆呢 特别豆 它是在上面开花 然后钻到地底下去 结果就很另类 所以对于生存来说 这到底是种什么策略 它是怎么演化出来的 关于花生起源这块啊 就很值得说一下 另外作为一种食物呢 花生虽然很常见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吃花生 这事可能有观众也知道 就是花生过敏症 非常危险 这方面大家应该了解一下 所以今天这期啊 咱就来好好认识一下花生 那么花生的生物学分类 是豆木豆科 蝶形花亚科的落花生鼠 属于是一年生草本粥 虽然它不论是植树高度啊 还是国家形状 都跟大豆比较像 看着关系很近 不过实际上 跟它关系最近的 并不是各种豆子们 而是谁呢 竟然是紫檀鼠 你没听错啊 像小叶紫檀啊 非洲紫檀这些 用来做红木家具的桥木 那都是花生很近的亲戚 你别看它们一个个都几米高 甚至几十米高都有 但其实花生和它们一样 都属于豆科 蝶形花亚科 黄潭足 紫檀这个眼花质 算起来它跟紫檀 比各种豆子们亲近多了 这时候能想到是吧 就很离谱 当然作为豆科植物呢 花生和各种豆子们 共同点还是很多的 比如它们也跟固旦菌有合作 根系也长根流 有固旦作用 可以节省一些肥料 然后也很适合 跟其他农作物轮作 有利于保持土壤的肥力 另外可能有关注注意到了 就是它们所在的亚科 叫蝶形花亚科 说的是它们花的形状 特别像蝴蝶 花瓣卷得很有特色 这也是花生和各种豆子们的 一个共同点 只不过它们颜色 是各种各样都有 花生的话主要是黄色 然后花生和豆子们 最大的不同 发生在寿粉以后 这也是为什么 花生又叫落花生的原因 因为其他豆子们 寿粉之后 直接就原地结果了 但是花生呢不一样 它们在寿粉成功 花瓣凋落之后 不会马上结果 而是先继续长它们的花饼 花饼越长越长 开始往土里钻 最后脂肪钻到土里之后 它才开始发育 膨胀成果实 也就是咱们吃的花生 然后没能钻到土里那些呢 逐渐就萎缩掉了 所以你会发现 没有成熟的花生 是结在地面以上的 只有钻到土里的脂肪 才会发育 是这么回事 那么这个现象 在古人看来呢 就好像是花先落到了地上 然后地里就长出花生来了 所以才管它叫落花生 不过花生这个模式 虽然看起来很奇特 其实倒也不是个例 其他植物也有这样的 专门有个词叫geocopy 可以翻译成地下结实性 目前植物界已知 大约有24棵 57个树 有这么干的 然后有这个特性的植物 基本都出现在 比较热 比较干旱的地区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花生 所以这个模式 有什么好处呢 花生为什么会演花生这样呢 这就得从花生的起源说起了 那么说到花生的起源 以前曾经有过争议 首先从产量来说的话 目前花生产量最高的国家 是中国 产量差不多占全世界三分之一 而且根据有些 所谓的考古发现 文献记载 也有人推断说 花生是起源于中国的 不过这些记载和证据 基本上都比较含糊 不是很确切 而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好多所谓的考古发现 都是地方上自己宣称的 就连中科院都没承认 所以也就算不上 什么有利的证据 那么从基因分析来看 说花生的原产地 是在南美 差不多是玻利维亚 巴拉圭 巴西 还有阿根廷北部那一带 因为那一带 花生的品种最多 而且基因也最古老 就说明当初 是在那儿熏化了花生 另外从花生的基因组来看 说现代花生的野生祖先 推测是由落花生属的 两种野草杂交出来的 其中一种叫慢花生 现在经常被用在园艺上 这个比较常见 然后还有一个叫 Arachis ipensis 中文叫什么暂时没查到 这种野花生就比较罕见了 曾经科学家们以为 它都已经灭绝了 后来2016年有研究说 在玻利维亚又找到了活着的 那么这两种野草 都是二贝体 原产地也都是南美 它俩杂交出来的是四贝体 叫Monte Cola 这就是花生的野生祖先 然后其实来说 这次杂交发生的时间 并不算太遥远 大约也就是4000到6000年前 在主要农作物里面 算是比较新的 后来南美的原住民 就是用它 驯化出了现代花生 跟玉米 马铃薯 番薯 木薯等等 一种农作物一样 这都是美洲原住民 对世界做出的贡献 然后哥伦布之后 又经由欧洲殖民者 把它扩散到了全世界 所以花生传入中国的时间 确切是在明代 虽然明代之前的文献 也有提到花生或者落花生的 但是应该都说的是其他植物 花生跟它们有些相似 所以明代引入花生的时候 就混用了同一个名字了 它应该是这么回事 好了 了解了花生的起源 就可以说说它们这个特性了 为什么非要钻到地底下去 结果子呢 这跟它们原产地的环境有关系 当初野花生生长的环境 基本上都是特别干旱 特别多风 这也就意味着它们生长的土壤 往往是那种沙质的 表层非常松散那种的 所以你想啊 它们要是像普通植物那样 正常把种子掉落在地上的话 大风一吹就很容易被从沙土里翻出来 那还怎么生根发芽是吧 这是它们的一个痛点 所以花生钻到地底下 结果呢 就有生存优势了 它们在上面正常开花收粉之后 先不着急发育 先把子房摁到土里去 给它摁到地下十厘米左右 就不容易受大风影响了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它们自己给自己种到土里去了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就非常巧妙 当然这个模式有好处啊 必然也会有些坏处 坏处就是它们的种子不太利于传播 因为你想它只能把种子 播种到自己脚底下是吧 后代还是会从同一个地方长出来 基本相当于世世代代都困在这了 而且你说借助动物传播呢 也不是很方便 因为它们都长在地底下 所以比较大型的食草动物 就很难吃到它们 能吃到花生的动物啊 基本都是老鼠这类的小型动物 它们吃花生都是咬碎了吃下去 经过消化道排出来的时候 也就不会有完整的花生种子了 所以借助动物传播也比较困难 这是花生在地下结果的坏处 不过这个所谓的坏处啊 在遇到人类之后 也就迎刃而解了 因为人类最擅长的事儿 就是传播啊 是吧 所以花生只要做到足够好吃 就可以了 其实按照植物学定义来说 花生并不是一种坚果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呢 它经常也被分在坚果里面 所以它也就成了世界上消费量最大的坚果了 差不多能占所有坚果的三分之二左右 但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 没有直接变成食材 而是被加工成了花生油 花生油大家都知道是吧 它也是最常见的食用油之一 说全世界每年大约有百分之三四十的花生产量 都用来炸油了 这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花生的脂肪含量特别高 比如说另外一种常见的油料作物 大豆来说的话 它脂肪含量大约是百分之二十 花生这边能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 而且其中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不饱和脂肪 就特别适合拿来炸油 然后除了脂肪之外呢 花生蛋白质含量大约是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碳水化合物大约是百分之二十 另外各种维生素啊 矿物质含量也不错 营养价值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花生榨完油剩下的敷饼啊 也是特别有营养 属于是非常优质的饲料 可以说一点都不会浪费掉 但是花生直接作为人的食物呢 吃法也非常多 可以煮着吃 可以烤着吃 也可以炸着吃 然后也可以加工成花生酱 花生豆腐 花生奶 花生酥 花生糖 花生巧克力之类的 总之在生活当中到处都能见到 可以说绝大多数人啊 都应该吃过花生相关的食品 不过与此同时呢 也有少数人群比较例外 这就跟之前小麦那期说的 肤质过敏症一样 吃花生也有过敏的 尤其是欧美国家更多一些 占比大约是1.4%到2% 亚洲国家一般不到1% 然后在所有食物过敏里面 花生算是过敏症状最严重的食物之一 从面部肿胀 流泪到呼吸困难都有 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 所以对于花生过敏症的人来说 确保所吃的食物里面不含花生 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尤其是一些预包装的加工食品 配料表一定要看清楚 千万不能大意 好了 那么关于花生的话题 就说这么多 最后还是提醒一下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 别忘了点一下喜欢 点一下订阅 想要看到更多内容呢 可以考虑加一下会员 只需要两瓶可乐的价钱 还是很划算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吧 也可以看热照 欢迎订阅 yt Bombry 杀伸 杀伤 杀伤 杀似 杀伏 杀伤 市